冰川崩塌到底有多震撼呢? 别德马冰川 作为巴塔哥尼亚南部的冰原 别德马冰川是世界第二冰原 2016年,该地区冰川融化 正巧,一群人来此参观拍下了这惊人的一幕 大块明亮蓝色的冰川表面 竟有一层细碎的冰块滑落 由于冰块太多,建起了大量的水花和雾气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随着一声哄响 一块巨大的冰块倒入水中 养起巨大的浪花 简直不要太壮观啊 布雷达冰川 冰岛拥有着最让人震撼的冰川 其中有一处冰川被命名为布雷达 这里景色宜人吸引无数游客 2019年3月,一群游客前来观赏冰川 没想到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巨大的冰川断裂崩塌下来 并激起了惊人的巨浪 巨浪正疯狂的超人们涌来 吓得大火赶紧往回跑 没多久 巨浪就把人们刚才锁在的地方淹没 并送来无数颗蓝色冰块 当气温变化 侵蚀了冰川边缘并形成空洞 空洞过大 无法支撑时 气势磅礴 排山倒海的巨大崩塌便随之而来 太吓人了吧 伊鲁利萨特 冰霞湾 伊鲁利萨特是格林兰最受欢迎的旅游地点 这里有绚丽的伊鲁利萨特冰霞岛 2012年 几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旅客 开船去近距离 欣赏冰川 伊鲁利萨特冰霞湾 美得不遂人间 然而 此时一块巨大的冰川突然坍塌 并引发了巨浪 此时冰川 海浪 离船只很近 几乎就要铺到船上 哦不 应该说已经铺上来了 整艘船一下子被押入海水中 幸好船长给力 稳稳当当地把船开走 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 南极冰川 南极与北极 作为地球的两个边缘地带 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宝藏 但是 当全球气候变暖 导致冰封的山川开始融化 2017年 南极的一座冰川突然倒塌 一头跌落到水中 另一头翘起 没多久 一座巨大的冰山已经躺平 并引发巨大的浪花 虽然一座冰川坍塌影响似乎不大 但是随着气候变暖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冰坍塌 如果是非常大的冰价 那足以推高全球海平面 后果将会极其严重 据研究人员估算 从2000年到2019年 冰川质量平均每年累计损失2670亿吨 近30年 全球共有28万亿吨冰融化 按照现有的溶冰速率 到2035年延续两极地区 将可能无冰可见 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 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 大量使用矿物燃料 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等多种温室气体 所以人类要赶紧重视起来 这里是大可看奇闻 关注我 每天带你看奇闻趋势